好 大家看一下喔 這是日本環球影城 你明天要去玩喔? 因為我明天就要去園區裡面玩 那你敢玩嗎? 不敢玩 所以一定要住這邊 比較方便跑回來 4階的房間 完成了 他每個的配色啊 會讓人很開心的耶 現在來這一間 芝麻街大森林房 橙色就是讓人家覺得清幽啦 然後非常舒服 用清幽來形容 清幽 因為 很多的地方就是會用 什麼吊床啊 然後旋轉木馬 然後那種吊椅啊 那種 加坡 這處感不錯喔 這個畫面不好看喔 我聽說 這邊看下去是可以看到園區的 不然我們劈車的台車看 喔 我 反正我手長 我拉開就好 啊你們兩個自己去那邊拍夜景 我現在要來的就是 芝麻街天空房 這一間房我們來看一下好不好 一看的時候它的視野感更大了 非常大 欸 這邊 我必須說老婆你不要坐那麼高的啦 對 我的活動範圍只會在那邊啦 L型的 好 現在我們來到另外一層 然後你注意看它所有的氛圍都不一樣 然後這一面牆 我聽說它有很特別的地方 特別第一是大家都會在這邊 這一面牆拍照 再來 你站進來之後 有沒有聽到音樂 開始唱歌了 馬上就有音樂了 是不是想唱歌了 拜託不要 介紹另外一個房型 來 我們進來 愛蒙歡樂房 它是比較偏向是雙人房 那你看這個 喔 可愛 它其實是窗簾 喔 它是窗簾喔 所以它白天的時候不會有燈 只有晚上才會有 喔 真的喔 這樣這個窗簾 我覺得應該要叫逼得開 我很怕打開我會嚇死 再來我們介紹一下這個東西 他們是說 你只要是訂到芝麻街的主題房 他們就送這個袋子 森林的話 它就是送四個人房 所以它送四個人房 所以它送四個人 他們說 我現在要這一間 是全日本最搶手的房間 所以 我要住這一間 好 不管 哇 卡片很可愛 卡片很可愛 喔 已經有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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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卡玩意 好 不舒服 是正常的 對對對 不舒服正常 不是最近感冒了什麼 沒事的 沒事的 當傳訪我也沒事的 沒有留感 喔 就這次這次這次 Mobi啦 日本環球裡面芝麻街獨有的角色 它的兩個手掌是不一樣的 一個是愛心 一個是信心 然後摸著它就會願望成真 那你摸它 會被告嗎 不會 那為什麼你有摸它被告 快點啦 等一下 我們先開這個啦 欸 很可愛欸 喔 我剛剛以為他們的 後面的圖案是一樣的 欸 圖案不一樣 我的精神一定不行 好 那個 明天就是一個 大家會看到我可能畫龍失色 對 一天的開始 順便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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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明天如果拍攝到一半 我不見了 表示我可能已經在 好 休息 休息 然後可能就是Pieter代辦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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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 明天見 拜 喔 剛睡醒了 好舒服喔 我相信 日本早餐很喜歡吃 對 對不對 可是他們居然沒有豆腐 那個 喔 完了我講那個 你一定會歪掉 好 來了 聽到這個尖叫聲喔 然後就知道我們來到了 日本環球影城 然後呢 不是日本的環球影城 就不是全球最好玩的環球影城 那 這個是必拍的啦 我覺得大家看到就知道了嘛 然後他們說 一定要拍到整個字 會有一個小驚喜 然後 其實我還是不知道 那驚喜是什麼 可能就是我的顏值吧 它還有中文的 不動語言都有 那我要去拿阿拉伯文 什麼毛病 萬聖節季節桑嗎 可是應該是他們每個節慶 是要他們都會換 萬聖節季節桑嗎 可是應該是他們每個節慶 是要他們都會換 好 那我們現在要換這個四級齁 那這邊的話呢 它有很多的餐廳在上面 然後你就可以買一些吃的啊 買一些喝喝的 好 然後我們等一下就去看一下 我們來 以我專業小組來評論 日本的餐車的等級到 走 現在是大頭鎮嗎 哈哈哈哈 excuse me 超酥脆 超酥脆 我要來 擠拿棒嗎 剛剛的擠拿棒 不會這麼酥脆 還要另外一個口味 兩個完全不一樣 這個的話呢 它比較沒有那麼多 所以它帶點苦味 這個的話呢 因為它是紫綠 它本身的甜度 像茶炸醬 一般女生會喜歡這種 健康 然後甜度又剛好 這也是 HOWERWIN的限定版 Mix Street Soda Mix Street Soda 全白透明的顏色 但它裡面是有味道的 那你想要知道什麼味道嗎 如果你沒有這麼靈敏的舌頭的話 我建議你們 這邊有QR code 少了它就有味道 那像我們這種專業的 一喝就知道是什麼 你知道嗎 Soda 它是一隻熊喔 翻過來之後 其實它是小小便喔 小朋友會壞掉啦 小朋友 小朋友會壞掉啦 小朋友 所以我們現在要等的就是 慶祝遊行 特別有一張紙 它有各種遊行的時間 科普了一下我的日文啦 所以我大概知道 等一下就是慶祝遊行 那不要把它翻開喔 因為翻開的話呢 就知道裡面其實是有 中文的喔 好 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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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可愛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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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現在要做的設施叫做 Space Fantasy Black Hole 就是太空幻想列車黑洞 等一下會是我小花跟小花做 然後我跟小花說 我們等一下會為這個設施啊 評分它的恐怖程度 0到5 兩個人加起來嘛 分一下就是海航 好不好 走 好 這個 這個Ride它是一個故事 是一個博士為了要對抗殭屍 所以開啟這個黑洞 所以你就會被這個黑洞吸進去 可是它主要的是速度 就讓你用速度貼背的那種感覺 好玩但是不可能 我覺得大概1吧 如果你看它速度 那小花給它 2 所以這個還算OK 還OK 還算有親和力的 好 我們剛剛繼續玩這個 它裡面 逼深度非常高 那你說恐怖的事情 取決於 你今天帶的夥伴 如果你今天帶我的話 反正你很恐怖 因為我在後面一直鬼叫 所以我會嚇我同行 你問他們就知道了 他們都覺得還好 但是我在後面 反而是更恐怖 好 那我們現在在裡面的一間餐廳 叫做Trims Grill & Bar 那這個東西呢 就是符合哈利文去設計的 一個菜 燉牛肉套餐 然後套餐組合呢 就是這些 比如說你前面就有一個沙拉 跟麵包之類的 它它這個用心 它有兩種麵包 好 大家看這個呢 我聽說非常好吃 你就可以看到 它奶油很香 可是我覺得它這個口感 非常非常香不足 我們來試試看另外一款 麵包體也是比較濕潤的 可是它這個應該就是傳統麵包 比較不一樣的口感 那對我來說我喜歡 它這個牛肉 它越咬 它的牛肉就消不起來 會越來越跑出來 它的醬是帶一點點紅酒 跟牛肉的感覺 酸味比較忠銳 它它紅酒原本的一個色味 我覺得這樣好吃 這個的話呢 其實跟那個二零古堡那個 有點雷同 但它的故事背景其實有點不一樣 有點像就是它發現了一個外星人 發生一些事情 對發生一些事情 所以它是以外星人為主 像剛剛那個是以Zombie為主 像剛剛Risen Evil是我們都知道的 因為我們有打過電動 我們都知道它內容是什麼 這個的話呢 它的故事的話 或是內容會更緊密一點 所以 可是它花的時間會比較長一點 它整個玩完可能要 三十二三十分鐘 可是蠻遲得去玩的 它裡面就像一個迷宮一樣 然後分很多區 然後很多區它會告訴你 我們現在進去哪一區 然後要怎麼樣做 然後到另外一區 我們遇到什麼 然後到最後我們要逃到哪裡 它是給你一個階段性的任務 然後加上故事性的內容 去強化它這個遊戲 我覺得這也蠻值得玩的 好 我們現在去下一個點 走 好 好 今天累了一天 大家其實中間有很多很快樂的 然後我們以後也會陸續出裡面 我們在發生什麼事情 其實都還蠻開心的 我們從一早就到了 然後玩到現在 真的是整個園區都關了 好玩 好玩齁 真的不錯啦 另外一種體驗 大家其實都還蠻好的 每一個年齡層裡來 然後跟的人來 也都是不一樣的 像我們到後面 大家都超high的 在路上跳啊 然後在路上那邊 我覺得那個就是 年齡層到了不同的階段 你所享受的 跟感受的會不一樣 我在這裡呢 非常感謝熊市旅遊 日本環球影城 淨鐵環球影城酒店 非常謝謝他們給我 這次機會 來到這邊 然後也可以介紹 所有的東西給大家 那當然啦 我們影片 只能把我們想表達的 告訴你們 那我們希望你們可以親自來 絕對不會後悔 嗯 嗯 我蠻推住這邊的 說真的